士兵已经死了 但科学家打算克隆塔 把传感器带在他的头上 然后插入探针提取神经数据 通过智能技术处理 死去士兵的意识 就传输到了这个仿生大脑里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 威廉启动了仿生人的运动系统 这是实验失败的第345次 威廉只能断开了仿生人的电源 投资人对这个结果非常失望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已经让股东们失去了耐心 如果再拿不出突破性的成果 他们俩全部都得滚蛋 下班之后 威廉决定跟家人出海散心 当初他拖家带口来这里做研究 现在只能多陪陪家人 来缓解妻子心中的不满 在好友爱德的目送下 一家五口开心地踏上了旅程 可是当天晚上 爱德突然接到了威廉的电话 赶到目的地后 满头鲜血的威廉告诉他 接下来不管看到什么都要淡定 随后 他们拿上设备钻进了树丛里 只见威廉一家人 爱德懵了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他们在赶路的途中 突然遭遇了大暴雨 接着 断裂的树丝击中了副驾上的妻子 慌乱中 威廉驾车冲进和里晕了过去 当他醒来之后 才发现一家五口 竟然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本来一家人欢天喜地开着车 高高兴兴地出门旅游 可以转眼就阴阳相隔了 这让威廉难以接受 于是他让爱德拿来神经传感设备 把妻子孩子的意识储存了下来 然后两人连夜赶回了实验室 把家人的意识放进仿生人 显然是不行的 他的实验从来没有成功过 可如果不这么做 家人就会永远离他而去 于是威廉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把目光转向了好友爱德 原来爱德的研究方向是克隆技术 他的研究不仅更加成熟 而且还能控制克隆体的年龄 不能把意识放入仿生人 那么放入克隆人说不定可惜 虽然克隆人是犯法的 但爱德还是把社会运到了威廉的家里 不过接下来 威廉要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因为克隆遗弃只有三胎 意味着他必须舍弃其中一人 男人正在克隆 自己刚刚死去的妻子孩子 由于培养设备不够 他必须放弃一个孩子 可是到底该选择谁呢 每一个都是他的挚爱 最后威廉通过抽签 选择放弃了小女儿 把妻子孩子的基因 放入培养设备后 好友爱德设置好了遗弃的参数 事情进展顺利的话 17天后 克隆人就可以出生 在那之前必须做好一切准备 接下来 威廉首先要做的 就是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他真正的妻子孩子已经死了 拿出所有人的通讯设备 威廉开始编造借口 挨个回复信息 随后他调整了 妻子孩子的意识数据 抹出了关于小女儿的全部记忆 收拾好了小女儿所有的照片 痛苦地抹去了 小女儿留下的所有印记后 威廉继续没日没夜的研究 意识移植技术 很快 17天过去了 克隆体已经顺利完成 可意识移植技术却毫无进展 更要命的是 克隆体不能继续放在培养设备里 否则他们的身体会加速发育 直至死亡 于是威廉只能取出它 再给他们注射了镇静剂 又争取了三天的时间 三天过后 研究还是没有进展 就在威廉准备结束克隆体的生命时 一个电话却给了他灵感 原来实验对象之所以会发狂自残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 被移植到了机器人里 威廉只是转移了意识 却忽略了人的本能 所以当他们醒来后 意识会剧烈排斥新的身体 而克隆人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因为新的身体跟原来的没有区别 当威廉移植完意识后 醒来的妻子并没有任何异常 那个熟悉的家又回来了 妻子像往常一样出门晨跑 可没跑两步 腹部就传来巨头 不过他并没有在意 家人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可公司里还有个大麻烦 投资人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实验再次失败 不光他们会坐牢 克隆的妻子孩子也会被发现 实验的技术壁垒已经突破 但捐献者却没有合适的 于是 威廉再次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男人撕开十厘米的钢针 接着安装到传感器上 再小心翼翼地带好 随后启动了开关 他的意识自主进入了仿生大脑 实验终于取得了成功 然而这次实验 他并没有告诉投资人 这头刚解决掉公司里的麻烦 那边的家人却出现了异常 妻子总是看到一个女孩的幻影 可他并不知道 这是自己的孩子 大女儿也开始整晚做噩梦 他梦见妈妈被一颗鼠 钉在了汽车座椅上 听到这儿 威廉意识到 是他忘了处理女儿的车祸记忆 晚上 他把女儿搬到地下室删除记忆 结果却被妻子撞了个阵阵 没有办法 他只能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妻子一脸震惊 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可就在这时 投资人突然找上门来 他发现了威廉用公司财产 克隆了自己的家人 于是威胁他交出程序代码 并尽快处理掉这几个克隆人 对投资人来说 这项技术带来的利益 远远超过威廉所在意的亲情 为了家人的安全 威廉假装同意 然后在交出代码时发动了偷袭 把代码放进微波炉里销毁后 威廉带着妻子孩子准备离开这里 可公司派来的杀手 却总是能够找到他们 因为每个克隆体在培养初期就在脊椎里 埋入了定位器 回想起跑步时身上传来的巨头 威廉的妻子猜出了定位器的大体位置 于是赶到医院用心脏起搏器 垫毁了这些定位装置 然而 就在威廉去码头找船时 杀手却追了过来 并绑走了他的妻子孩子 随后威廉赶回实验室 打算用代码换回他们 可投资人根本软命不吃 还顺手杀掉了好友爱德 见此情形 威廉只好现场打开键盘 把代码写了出来 拿到想要的东西后 投资人还是要销毁妻子孩子 可他却不知道威廉还留了一手 原来刚才威廉不是在敲代码 而是把自己的意识 上传到了机器人上 虽然制服了投资人 但威廉知道干掉了这一个 还会有其他人继续骚扰他们 于是他向投资人提出了一个 无法拒绝的条件 三个月后 一位身患重病的负伤 走进了一家新开的医疗机构 迎接他的正式投资人 原来 威廉给投资人的条件是 永远花不完的钱 还有永生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编想问 你能接受把最爱的人 克隆出来吗 你认为克隆出来的他 还会是以前的那个人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克隆人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